桃園市平鎮区东安国中举办建校24周年的校庆运动会 这活动现场不止老师和学生们青春洋溢 连志工们也都火力四射 带着全校的师生们一起跳舞 学生活泼俏皮的进场 志工们青春洋溢的舞蹈 这是东安国中第24周年校庆运动会 平鎮区东安国中24周年校庆运动会 活动当天学生们活力四射热情洋溢 还有许多不同社团的同学带来精湛的才艺表演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学校志工们的舞蹈表演环节 志工们平时帮助学生上下学交通导户 这次校庆特别练习了舞蹈 别人时全校师生一同上前向志工们一起跳舞 场面相当盛大 我想要从基本就是要培养同学 让他们了解我们的 就是我的有点是教育的经营理念 就是我希望我们的校园是一个支持陪伴跟关怀的温馨校园 那我希望同学在这样的氛围的感染下 都能够感恩尊重跟传爱 我想在这边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 其实我看到孩子们 他们的成长 包括每天在校门口 他们可以很远很远就跟我们做打招呼 那放学都是很开心的 我想他们整个心态是比较正向比较活泼的 我觉得这是教育还蛮令人欣慰的地方 东安国中发展多样化的才艺社团 像是古艺社 独轮车社 舞蹈社等等多元化的社团 让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社团发展才艺 运动会上学生们进场的桥段 也让学生们发挥创意自己设计别具风格的进场表演 这次是我们东安国中24周年的校庆 那从我来这是第三年的校庆了 其实我都让老师跟同学们很开心的 用很轻松的心情去面对校庆 所以我们的校庆运动会是很有特色的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预言 所以孩子们都是即兴发挥 我也在九年级了 然后今年是最后一次校庆 所以从刚刚进场的时候 我们班其实那段舞是准备了很久 然后我们都非常认真 因为最后一次我们想说要开心一点 跳开心一点 就随便玩 然后再次拿今天的终枕表 然后就是最后一次的当纪念 东安国中迈入第24周年 校长陈律律希望校园充满私食 陪伴关怀 并教教学生懂得感恩 尊重传爱 实现他的办学理念 让学生们都能开心的成长